哈喽 我是克雷兒 今天在美麗的 UCLA 校園上 讓我想起以前學習英文的種種 所以我今天想要用五個論點來跟你說 為什麼考托福會是你英文進步最快的方式呢 因為我有很多托福課的學生 都會很猶豫要不要繼續考托福 還是要去考亞斯多益全民英堅比較簡單 所以這個影片適合現在正在猶豫要不要考托福 或者考托福考到一半懷疑人生的你 那我自己的經驗裡呢 我也是在準備托福的那一年當中 把我的英文程度練到現在的90%哦 所以這都是我個人的經驗 還有我的學生的經驗分享給你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加訂閱這個頻道 讓我們直接開始 好 接下來我要跟你分享的五個原因 為什麼考托福是能讓你英文進步最快的方式 其實也是我自己在準備托福的那一年 23歲那一年 我覺得托福幫助我英文最大的五大塊因素 那我想要先給你講一個 backstory 就是呢 Claire 的托福學生常常考到一半 就會問老師說 Claire 我的托福門檻100分 可是也有亞斯7分 Dorlingo幾分 然後全民英堅中高級 還是什麼多益740分 我是不是要放棄比較難考的托福 然後去考這些考試 考托福其實除了這個分數之外 它的side benefit其他好處 我想要跟你一次說明 第一個就是它可以幫你補足美國高中的學科知識 例如歷史 地理 藝術 化學生物 你在國文裡面學了很多單字 比如說光合作用啊 浮游生物這種 但是你在英文裡如果沒有聽過這些單字 你根本就不會 那托福的好處呢 就是因為它把很多高中的知識 都變成閱讀跟清理的素材 所以呢 如果你在美國當地的博物館看到一個單字叫做 Mesopotamian 你會想說 這是什麼高男的單字 但是如果你有準備托福你就知道 啊 這是歷史課本裡面學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啦 所以呢 你在跟當地的人交流的時候 人家也會覺得說 OK 這個人是受過至少高中畢業的這個教育 第二個原因 為什麼考托福是可以讓你英文進步最快的因素呢 就是英文的口說 在托福的口說裡面 它主要就會考你怎麼樣表達自己真實的意見 還有怎麼樣轉述別人跟你說的話 所以呢 在一般的多語考試沒有考口說跟寫作 那全面英簡呢 一般來說也沒有考口說跟寫作 那雅思的口說呢 是比較靈活的 它是一個真人現場跟你對話的 比較少機會讓你重複練習 從一個基礎的初學者可以一直repeat 回答同樣的題目 表達你一樣的想法 回答得越來越好 所以在我考托福的那一年準備期啊 其實我花了很多時間就關在台南一間小小宿舍房 對著這個我的白白的牆壁 我就一直不斷的重錄 我一樣的opinion說 哼 為什麼住在大城市 比住在小城市好 我不斷的改變自己的想法 然後練習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還有轉述在托福的口說題目裡面 要我轉述的東西 所以透過這樣的練習 變成奠定我的口說基礎 那到時候我在跟真人對談的時候 我也會有比較多的想法 因為是經過自己錄音沉澱思考的 所以我覺得托福的口說 真的是我開口講英文的一個關鍵的因素 如果你也想要來 在UCLA這麼好的學校念大學碩士或博士 但是覺得自己的英文只有國中程度 不知道從哪裡開始加強起的話 現在我的線上托福實力養成課程開課啦 而且還有遭你有六折優惠哦 那裡面不僅會系統性的幫你加強聽說讀寫的英文實力 還會有一對一的老師課 幫你看寫作跟口說 以及小班團體的家照課 讓你線上跟老師跟同學一起練習托福整體 所以如果你想要給自己再一次機會 從零加強自己的英文的話 記得到底下去點擊我的六折優惠 實力課程的連結哦 下一個為什麼考托福是讓你英文進步最快的因素呢 就在於英文的寫作 哦 英文寫作真的跟中文寫作非常不一樣 所以呢 在我考托福的那一年準備期中 我大大發現從小學到大的這些排壁鋪陳蔽玉 這種中文寫作的修辭方法 全部都要摒棄 那在英文裡呢 最重要的就是開門見三 還有簡潔有力 以及五段式的論說文論述法 所以在考托福的那一年呢 我就是重新打掉重練 然後練了很多表述自己論點的這個觀點句怎麼寫 細節句怎麼寫 支持句怎麼寫 然後理由句還有舉例句怎麼寫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一個好的英文的論說文 範文應該長什麼樣子呢 我收錄了從以前到現在最新的真題 還有滿分的範文 由克勒英文的老師有寫的 所以全部都免費公開在每個月出版的 託福增進月報 如果你還沒下載過 記得去加我的LINE DYZ2134W 免費領取 那透過觀摩這些高分的論說文 範文啊 還有你自己的寫作 你就會發現 原來英文的寫作不僅是語言不同 連思維的邏輯都不同 那我那年呢就是非常認真的練習了好多好多的英文作文 那之後再寫email啊 寫這個job application的cover letter啊 寫給教授的信等等 都發現原來英文寫作邏輯是要這樣子用 所以我覺得對我後來的英文書寫是非常有幫助的 下一個為什麼考托福是你英文進步最快的方式呢 就是因為它對於你閱讀跟聽力能力整體的提升 什麼意思呢 托福的閱讀跟聽力都是著名的 非常接近學術講課比較難的程度 那因為這個閱讀跟聽力比較難 那你在其中需要理解這些邏輯關係啊 還有這個單字比較深入一點 很像你在高中這個上學一樣 所以呢你再回頭去聽這些比較簡單的podcast啊 或youtube什麼NBA主持人節目 或者是在看這個平常的英文頻道 或者是英文的網站 你就會發現 欸這個托福的訓練上 舉這個100公斤重的啞鈴 再回來舉這個5公斤重的啞鈴 你就會覺得喔這也太輕了吧 所以你就會變得閱讀速度變快 聽力也變快 我覺得這對於我自己在看美劇啊 或是聽podcast有非常非常大的注意 都是因為在考托福的那一年 看了好多好難的閱讀 跟聽了好多好難的聽力 最後一個我覺得 為什麼考托福幫助我英文進步很多的地方呢 就是這些托福的範圍 你在美國生活中真的會用到 那至於在台灣很紅的這個多益考試啊 我自己也有考過 但其實它裡面的這些選擇題啊 還有這些文法的規則單子 在日常的這個美國國外的生活 其實是比較少用到 也比較不道地 那至於雅思呢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不錯的考試 但對於初學者來講呢 這個真人口說的繪畫 有點範圍太廣太靈活 我根本不知道從哪裡準備啊 所以我覺得托福是一個很好 畫定一個範圍 然後讓我把這個範圍內的東西 全部剪起來全部包好 然後呢可以一直不斷的練習 知道說OK我托福考高分 至少我美國的這個日常生活會的話 可以應付到一個程度 所以呢如果你聽下來覺得 OK我終於知道原來考托福不只是分數啊 還可以幫助我之後在美國或國外的生活的話 可以去加入我的LINE at dyz2134w 我會把我剛剛講的這些 而且我自己整理的托福依據頻率 排序的這個高頻單字 還有這個口說寫作的滿分模板 以及歷屆的整體啊 還有示範範文 還有所有你考托福需要的東西 一次寄送給你 所以記得去加我的LINE哦 那如果喜歡這樣的影片的話 記得去看另外一個影片 我在講托福口說 所有你準備需要知道的事情 一次交給你 那如果你想要更多托福學習的資源的話 可以看這個免費的播放清單 那我是克雷兒喜歡這樣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你才訂閱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